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各位菩薩大家好 請翻看我們的課本是在第七頁 我們這邊最佳的是在解釋這個不二 我們進入到這個 我們的《唯莫絕經》 它最佳的名稱 最佳的是《不失意解脫經》 這個是它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名稱 《不失意解脫經》的 為什麼可以打到《不失意解脫》 這個就是要靠《入不二法門經》的這一品 所以最佳的是解釋《入不二》 所以《入不二》的部分來講 就是整個我們就是要完全是講六項主題 我們最佳的已經講到第四個 整個就是按照我來講 總說這個按照山是 就是我們這個山最佳還是講我們的教法 教義的三階 最佳是要講這個三 最佳是要講這個三 這個一道清淨道這個部分 按照我來講是平等道 是講整個教法來講 射總回三 這個三又可以把它再收射 就是把它變成二 所以這個二就是前面我們前堂課 最佳的是整個文字 用這個文言 就是這個山最佳的 是用文字來說不二 那另外是文書的這個誰 用這個無言來說不二 無言來說這個我們所說的離二 那我們微魔的部分來講就是用默然來講 這個離言的不二的這個誰的 我們所說的像這樣子的 用這個三句 直指這個不二的離體是離言 按照也是要講 整個離言但還沒有真正的 就是還是要靠說來講就是要知道 還是要離這個誰的默然相 深默然相 最佳的是直指這個誰的不二離體的 這個誰的無言離言 無相離相 最佳的是這個 所以這個二 最佳的就是分這個 我們所說的語 語跟末 另外是講這個誰的 言 言跟體 明言跟體 絕緣跟 就是我們這邊所說的文字跟離體 那後面是假 用這個假明相 假明跟誰的 用這個假明跟相來講這個誰的 我們所說的這個三句 這個相就是 假明就是用這個 因為前面的三十一位菩薩 最佳是用文字來說不二 用文字來說離二 才是不二 文書的是用不二言 用言語來講 就是講這個離體就是不二 離言 這邊所說的這個無言無說 就是講到誰的不二 那我們就講到誰的 這個相的部分來講就是 因為還是講這個威魔學的 這個是用這個默然相 到最好還是要離相 所以這個講到誰的就是二 那後面是講社二歸一 會二歸一 這歸一的部分來講 歸一就是講離言離相 這個是歸一 就是講離言離相 這是講絕門 整個歸道這個絕 第二個那個歸二歸一的部分來講 歸一的部分來講還是 這個一還是講那個誰的無相 無言無相 還是要講那個無言無相 那敏一歸五 敏一歸五 敏一歸五的這個 這個無言無相 就是要講到他 本身就是 那個 這個 敏一去歸 歸絕門 這個歸絕門的部分來講 就是要講到這個 不管是文字 博士默然都要相應剝勒的這個誰的 整個 我們 這個就是講到那個 整個 就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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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歸二歸一的意思講 離言離相 不是無言無相 這樣子的 那敏一的部分來講 是就是把無言無相這樣子的 還要再歸到這個誰的 這個誰的 整個就是要離 這邊所說的這個 這個 這個非 非以非莫 不俗不爭 絕觀絕遠 也就是要講到 要離開我們的這個誰的 這個 觀行者 這個誰的這個 我們無我 這個誰的這個 因為就是講 沒有能取之 沒有所觀盡 這樣子才能夠真正的 這個時候就是離二曲 離細論 這個是我們所說的到最後 為什麼要講歸無的部分來講 是絕的意思 絕緣 這個字 絕 按照來講是絕二曲 能取所取 絕細論 所以最早的這個 到這個無的部分來講 就是這個意思 不著惡 也不著不惡 這是非與非莫 不俗不爭 非屬非真 非屬非真 就是非屬非真 就是講到誰的 這個 俗是屬於言說相 不是我們所 就是講言說跟 生理欲的相 有相 這個叫俗 那真是無言無說 整個就是要離開這兩邊 那也要離開這個誰的 這個我們所說的這個 能觀智 還有守觀禁 因為你不離開它 你會有一個能取跟所取 這個就是沒有辦法真正的 那個正這個誰的不惡的離體 那我們這個講到那個 為什麼都比較講不惡 因為我們 為什麼比較講 折衷在不惡 因為我們一般人 就是比較能夠 比較落在這個 這個世間有差別相 因為世間有差別相 因為世間有差別相 我們很容易 若認為它是實在 真是 就是按照來講就是妄相 所以為什麼講到誰的不用惡 這邊有講為什麼不用惡 因為是世間落入在這個差別相 所以差別相是我們很大的一個 因為我們眾生都是 對這個 所見的這些五成 就是眼耳鼻舌生這些 色相未觸法 色相未觸 這個誰五成 很真實 所以這個都是惡 所以有很多的差別相 就是世間很容易落入這些差別相 所以如果講惡的話 就還更讓眾生迷伏 所以這個講為什麼要講到不惡 因為不惡是講一切法的理體 整個就是按照來講就是色相歸性 整個回到這個誰的真性 所以這個理體 所以按照這個講到誰 它本身是 就是我們所說的 本身就是我們的心 我們現在佛陀才會告誰的法 安立成眼耳鼻舌生八個世 如果比如說以前 以前如果沒有佛教的話都是講心 我的心怎麼想 我的我看到 那個我看到境界 都是我在看到 沒有所謂的眼是看到境界 也沒有所謂耳是聽到誰 也沒有這個就是我的心在聽到什麼 我看到什麼 我見到什麼 我聽到什麼 都是那個我 所以為什麼要破我 因為一直認為那個我 整個就是那個我可以做這個 可以看有見聞覺知的功能 其實我們是沒有那個我 所以我們佛才知真正的這個作用是八個世 沒有那個我 為什麼要破我 因為印度它的這個修學就是要 小我要回到大我 印度那個解脫一定要回歸到大我 那是犯我 所以為了要破它的犯我 所以為什麼才會講八個世 我們整個煩惱都是來自這個心 沒有那個不是那個我 所以這是講到誰的 他是強迷思舍 這個講的不惡理體 他本身是無明像法 但是這邊最重要的是強迷思舍不惡 有些地方是講真如佛性 法性或法界 所以我們這邊比較講的是不惡 用不惡來講 因為我們落入到境界的差別項 因為惡是差別項 是執迷在所謂的境界的差別項 就沒辦法看到它的實相 因為實相是同平等 平等項 所以這為什麼要強調不惡 所以這個講呢 世道之流多路到 都停滯在所謂的二界 就是二界是有差別界 所以這個為什麼強迷不惡 不說不利惡 因為我們眾生很容易落入到惡 反而這個不惡很難進入 很難觀察 那我們是講到誰的這個 我們會有惡病的就是 反覆的愛跟見 我們反覆的煩惱來自於哪邊 就是比較講貪愛 還有見解 這個就是講到那個 為什麼不講稱 因為稱是愛的反面 沒有愛就是稱 所以愛有時候會寒色這個稱 雖然它有點不同的性質 可是愛的反面就會 沒有得到愛就是稱 那見的部分來講就是 我們很多的眾生的對立 衝突來自於見解觀念 所以這講那個 這個惡病是講那個愛見 還有另外是小盛的煩惱 小盛的煩惱 小盛的煩惱有這個 生死跟涅槃的分別 小盛的煩惱 因為他認為三界是生死 所以他要離開三界 去一個沒有苦的涅槃 所以他一直講那個 生文聖的煩惱是生死跟涅槃的惡 那菩薩的勞累 菩薩的勞累是有所得跟無所得 因為菩薩的勞累比較講的是有所得 因為菩薩就是他在修學的部份來講 就是我們這邊所說的有所得 所以為什麼 菩薩比較講的是無所得 這個就是講到有我跟有法 還有這個我跟法 大家請看一下第八頁 此經就是唯莫絕經 平坦之大道 平等之大道 所以開這個不二之衡門 無壘不遺 無人不化 這個是講到誰的 這個我們菩薩最早就是要進入到 這個生死其事涅槃 因為這個講到誰三界 所以三界就是涅槃 這個菩薩的 他要做到來三界就等於在淨土裡面 所以是講到這個平坦 平等之大 這個平等就是生死其事涅槃 用這種方式去講 這樣子才能增長這個慈悲 因為菩薩最早的 按照我講菩薩比較多的是智慧 但是他就是慢慢的要把這個慈悲 慢慢的流露出來 因為慈悲還是蠻難 不要以為慈悲好像很好 很容易流露出來 是很不容易的 就是講到誰的平坦 平等 所以開不二 整個就是按照我講 你為什麼要入不二 最主要是為賤道 到最後來講 看一切境界就是 就是講到賤道真如本性 一切法的如實相 所以為什麼講這個不二 沒有平等平等 整個 所以為什麼講到誰的 這本經著重在路不二 所以見一切法都是見他的法性 實相 所以這樣來講就是 這樣就不會見相取相 因為你看的境界都是看他的死性 就是這個時候他會離相 不是離眼 不會捆綁在相中捆綁 為什麼講那個無壘不一 那個無壘就是沒有任何的 我們所說的捆綁 壘就是按照而講是一種捆綁 煩惱捆綁 所以沒有 你能夠入不二 也就見實相 真如實相 見佛性 這個時候你就能夠出世間 所以你能夠出世間慢慢的 也就能夠觀察世間 世間是夢幻跑業 所以為什麼這個 你就不會再慢慢 你慢慢就放下世間的所謂 很多的執著 因為我們現在放不下 就是世間的這些非常真實 讓你沒辦法脫離 所以講無壘不一 那無人不化 無人不化就是我們所說的 因為這部經還是以解脫為主 就是我們所說的先打到解脫 解脫之後才會有智慧 無人不化 所以我們這部經來講是 不管是根據好不好都可以 只要你能夠聽聞 你就可以得化 所以這個是講到誰的 不是說根據不好就不能 其實按照而講就是只要你能夠聽聞 你能夠接受 你就能夠得化度 好 那 這個來講的話就是他這個講到那個 這邊是講到那個方便瓶裡面 就是破比凡夫 方便瓶的部分來講 所以大家可以去翻開一下 那個方便瓶最小的是講 他就破於凡夫 因為凡夫就是還執著世界 看到二聖 因為二聖 就是我們這邊所說解脫到的 因為他沒辦法 他還是認為有三界真實 所以就講到那個破比凡夫 那這個凡夫就是破 按照而講就是比較 比較講的是那個 還是講愛見 這個有一個非常蠻有名的句子 就是講到最後這個 我們眾生的煩惱來自於哪邊 來自於聖 所以有一個方便瓶那邊在講 然後到最後就是以無助為本 那地質品最主要是賜於小道 地質品就是講那個佛陀 命令那個十大地質 去見為魔爵 去慰問為魔爵的病情 十大地質不敢去 所以這個時候 為什麼不敢去這邊 這邊就丟了血 因為他們十大地質還是著重在身穩劍 那個菩薩章裡面喝一大劍 喝一大劍還是講有所得 因為菩薩的部分 心修覺者沒辦法 因為他還沒真正地見到 沒辦法見真爐 佛性 所以他修學還是有我 還是有法 還有一個菩薩在修學 這個不是有一個菩薩在修學 還修什麼 不是我們說 在守戒 在守戒 還有這些觀念 就是有所得 喝一大劍 然後搜止山 搜止山就是 因為這個三個 我們眾生有眾生的 這個誰的 我們所謂 病病狀 身文身文有身文的缺失 心學的菩薩 就是沒有劇組的地方 所以這個講到 如果唯摩訣可以解校對峙這三個 我們所說的修學者 問歸一道 問歸一道就是還是要 注重在這個大聖的最根本的核心的地方 因為他還是要見這個大 我們所說的真路佛性 他還是這個離體 一清淨道就是我們的真路佛性 本質清淨性 令物不凡不勝 講到為什麼物非凡非勝 因為我們的一勝清淨道就不著煩 不著勝 因為他本身就是 按照來講是非言說盡 他本身來講就是非煩非勝 因為他不是說聖 這個我們一道清淨 這個本身來講是講 他不是只有聖者才有 反覆沒有 就是他凡夫 聖者連佛菩薩 平等 平等 所以講到誰的 這個一道本身來講 就是 他提醒就是 非凡非勝 他不是 他不是反覆沒有 是反覆被煩惱遮蓋掉了 聖者是因為他修學之後慢慢的清淨煩惱 所以他慢慢寫出來 所以並不是說聖者比較多 或是佛陀最多 並不是這個 是因為他這個 凡聖是因為迷霧的問題 如果你能夠 物實相 了物實相的話 就是稱為聖者 如果你迷思 你對這個實相不知的話 這個就是迷思 迷思就稱為眾生 稱為凡夫 是他的迷霧的問題 是非大非小 非大非小就是講到誰的 我們 我們這個真如佛性 他不是 他不是大聖 只有在大聖有 其實他聖文聖也有 但是聖文聖少 是非大非小 聖文聖比較不強調 就是講到一清盡道 其實他本身是非大非小 你要在聖文聖早也可以 因為他本身就是在激進涅槃那個 所以講到涅槃激進那個地 因為他本身就是我們所說的這個 因為我們聖文聖就是要 要體認這個三法印 無常 無常還有空 還有激進涅槃 所以到最後講觀察一切都是無常 一切法無我 不是一切法是空 然後講涅槃激進 整個這個 我們講到正如佛性 本身就是在涅槃 只是聖文不知道涅槃 他本質清淨性 聖文聖所知道的涅槃 是由修 把煩惱清淨掉之後 他認為是修出來的 所以他沒有辦法體會到 誰的本質清淨性 本有的佛性 或是本有的真如 所以後面是講到等 所以是講一道清淨的話 相等於這個 我們這個釋迦之掩飾 或是靜明之墨然 都是講那個 這個掩飾跟墨然 這兩個都 有時候都同時提出來 都是講這個 我們釋迦梅佛這個時候 不說法的這個時候 無言說的這個時候 不是靜明也是 是墨然 就這邊路伯爾反而是墨然 所以 釋法無方 釋法無方就是講到誰的 我們講那個菩薩 不是威莫學 不是文殊勢力菩薩 這些大菩薩 他們所用的 扇角方便的畫度的 扇角方便 一個大菩薩 不是連出地的菩薩都可以 只是說少分而已 所以他們的善巧方便 是你沒辦法想像的 無方就是 因為方方正正 沒有方方正正正 表示他圓龍無礙的意思 都可以做到 這都是屬於 用這些來講這個 這兩個都是掩飾 跟莫然是一樣 因為這個講到他 生與欲清淨 無言說 所以從言大小 從言大小就是講到誰的 這個是他正 這個都是屬於他正 問歸一道 這個是講問歸一道就是 入伯二法無 就是以伯二法無做修學道 然後你能夠體悟到這個 到這個 所以你體悟到這個時候 你一定要就是講 你驗清正道的真如佛心 一定要到最後你會 你會 就是體悟到 那個眾生佛三無差別 不是說佛比你高 佛的真如佛心比你高 或是凡夫的真如佛心比你少 所以平等平等 就是講為什麼等 同 就是你要到最後就是要這樣到 一切 每個眾生 這個真如都是平等平等 所以叫做非反非色 這樣子到最後 這樣子到最後 你的那個化度眾生的善巧方便 絕對是慢慢的無礙 慢慢 善巧方便馬上就會出來 這個是很不可思議的 我們出地的菩薩就可以擺法了 不要以為擺法就是可以施設擺法 這是相當了不起的功夫 不是智慧 從元大小就是 你要你看 這個大小是根器 你是大聖的根器就是大聖法 你是身為聖的根器就是身為聖法 所以看你喜歡什麼 你的嗜好 元福能小大者 這個取大 就是你能夠做到說 能說小聖就說身為聖 看到身為聖的根器 你就能說身為聖的法 你可以觀察到它是大聖的根器 你就跟它說大聖法 所以元福能小大者 取小大之所能 所以這個想到你能夠 你說 你能夠擅巧方便說身為聖法 不是說這個大聖法 怎麼是這個 你不可能是一個 就是說你這兩種教法 你都可以說了 那取是一個 只是學身為聖法的人 就取小大之所能 如果你只學身為聖法 你怎麼能夠說大 你如果說你還有這個小大的分別的話 你怎麼能夠 你怎麼能夠想去的 不是我們所說的真實的說聖文聖法 因為你還有這個大小的分別 區別 因為我們這個講小聖跟大聖 你還是要入不二 雖然它是二 但是還是到最後 我們要能夠 我們這個 就是我們要講到那個華華 身為寫脫要入到大聖 一定要回歸到大聖 就是到最後為什麼講一聖之教 這個到最後絕對無二亦無三 唯有一聖 因為他身為聖教法一定會回到 因為解脫之道本來就是大聖 因為大聖本身就是有菩提道跟解脫道 兩個一定是雙軌 一起運作 不可能只有菩提道沒有解脫道 不可能只有解脫道沒有菩提道 菩提道就寒色解脫道 解脫道就寒色菩提道 看你要站以什麼為本 比如說大波涅槃界就是站在涅槃道 我們這個般若就站在菩提道 看你怎麼樣哪一個為主軸 所以是講到誰的 如果你是身穩聖你就沒有辦法通膽 如果你還有這個大小的區分 你就沒辦法散受身穩 因為身穩到最後不是完全跟大聖不一樣 非一非一 不是完全不同 不是完全不同 因為講到誰的 這個小大 它是有非一非一的關係 所以兩有非 非小非大 所以非小非大就是你不能站在這兩邊 直小直大 這個非就是 就是你不能只站在身穩聖 你也不能站在大聖 所以就這樣子才能夠 散說大小 因為你就要了解 大小的差異 大小有什麼不同 它相同的地方 你就要能夠拿捏得出來 那我們進入到這個第五個 分大小 這個我們一定要有這些知識 不然的話你到最後 人家一問你就不曉得要怎麼回答 這些基本常識 基本的問題 那什麼問題 我們最小的是講不二 不二到底是大聖 按照我講大聖比較多說 而身穩聖有沒有數 或是我們大聖所說的不二 有什麼不同 這個都要了解 因為這個講到佛竟然說 這麼多大聖經典 你不能說它完全相同 你也不能說它完全不同 就是叫為什麼到最後是非一非一 不能說完全相同 也不能說完全不同 如果說完全相同 佛說那麼多幹什麼 因為佛經典經典講佛不欲 就是講到佛說法一定不可能完全 就是講這本經跟這本經 都一樣幹嘛要重複說 浪費時間嘛 對不對 所以就講到這個大小的差異 所以就講靜民 第一個是大 靜民的不二法門 跟龍樹的正 龍樹就是中觀 中論裡面有講非一非一 跟這邊的不二也是一樣 不二最假的也是非 所以兩個非生非滅才叫不二 因為生滅是二 不二就是非生非滅 真正不二就是想非生非滅 所以中論也有 所以龍樹 龍樹因為我們的這個 龍樹的這個中論 有時候是它的這個 有些版本是中觀論 中觀送 有些是翻譯成正觀 正觀送 這個為什麼講是正觀 因為它翻譯不同 到底這個有什麼不同 這個好好體會一下 因為我們的不二最主要還是講二 就是生滅 因為它最主要還是來自於 生滅有這兩個 是它代二 從二來說不二 或是從差別來說二 這個是 這個龍樹的中觀 中論最主要是正邪 正觀跟邪觀 正邪來輸 什麼是正觀 什麼是邪觀 正觀按照兩首 叫離八步 離八珠 離生滅有無常斷 因為所謂的邪就是直邊 直邊說為邪 這個正觀是離兩邊 所為正觀 所以是講這個正觀對邪觀 所以邪不同 這個意思講在道理上不同 在體上是沒什麼不同 因為它最主要還是講實相 最主要還是講理體的實相 是名稱不同 因為按照中觀 最主要是觀六情品 觀有無品 觀法品 這些觀如何正觀 來對這些觀 這都是蠻重要的 有什麼不同 因為都是離二 不二也是從生命來講不二 我們的中論也是離兩邊 這兩個到底有什麼不同 所以就是講到 一個是不二跟二 一個是正觀跟邪觀 另外是講到不二 另外下一個問題 不二是正觀 此經喝凡夫赤聖 此經就是微摩訣 喝凡夫赤聖 喝凡夫就是我們 這個我們世間 這個是在我們剛才的方便品 因為光在方便品就是 我們的微摩訣 在生病的時候 有很多的居士大德來慰問他 這個時候我們的微摩訣 跟居士大德說 我們眾生執著聖 煩惱都在聖 煩惱都在聖 所以為什麼這個講 喝凡夫 赤聖的聖 不是按照比較講的是這個二聖 還有我們的有所得的大聖 有所得的大聖是初學者 剛剛入大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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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們這個建道會的菩薩 排大破小 排大的部分來講就是 按照來講是 這個大按照來講是 這個大按照來講是 有所得的大聖 破小就是 按照是講到那個聖文 所以聖壇不二 一欲俱走 所以在這個 一欲俱走是 還是蠻說的 還是蠻想 按照來講圓滿的 那為什麼 如果這樣的話 那幹嘛還要 董述菩薩還要做三論 這個三論最重要的 還是以中論為主 因為中論出來 然後因為中論好像蠻多的 其實也不多 但是還是 初學起來還是蠻多的 又把它收射成十二門論 然後因為 這個百論是專破外道 百論 所以百論比較少講 按照比較講中論 因為你如果了解中論 十二門論 就比較好了解十二門論 所以為什麼還要 龍樹菩薩還要造這個中論 十二門論 這次他回答 因為經典就夠了 幹嘛還要造論 是不是多此一句 是不是多此一句 他就講佛式力梗 因為這是講那個 因為維摩學 當時佛還在 所以這個時候他們的根氣比較好 就是講那個 如果你碰到佛修法 有大菩薩來講解 真的很容易通悟 這個莫俗就是現在 雍錢 雍錢就是我們支持 變得比較不好 所以一定要論 所以一定要菩薩造論 所以一定要菩薩造論 以前才能夠通達 理解 真的還是要菩薩造論 我們現在還是要麻煩主師大 講解 沒有這些 我們真的是沒辦法 因為我們的會 我們過去的文所成會 跟我們過去的絲所成會比較弱 我們的絲所 因為我們應該有文 但絲很弱 所以為什麼有些人 那麼多的佛教界 很多的平台 為什麼傳很多的 好像 不曉得大家可以去討論一下 說法到底怎麼樣 所以我們一定要有時候 真的需要菩薩造論 菩薩造論還是沒辦法 還是要主事大樂講解 所以這個時候 雖然威魔絕 他雖然在 我們通過 威魔絕這場法會 也是蠻精彩的 但是還是很難 還是很難懂 因為我們現在 到底有多少人入伯爾 也沒幾個人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龍樹菩薩生以後 所以為什麼龍樹菩薩要造論 所以不應該文經起信 所以你不能說 金田 看到金田 認為對 看到論點 認為錯 聽論生意 那後面 那後面的這個是比較隨大聖 通常是講這個 都是離二邊 沒有就是講從二來的 那 既然有 俊明的露伯爾法門品 為什麼還要 宗論 龍樹菩薩的宗論 第二個 這邊有問 因為我們的露伯爾法門最主要是 比較是大聖 主學的一個功課 那他就玩這個誠實 誠實跟彼壇 誠實就是邁入到這個 誠實 因為彼壇 先講彼壇 彼壇最主要是阿涵經之後 阿涵 佛說阿涵 就很多的阿羅漢在詔論 這是彼壇 然後彼壇之後 所以這比較 比較講的是不百佛教的論點 彼壇之後 這個誠實是在這個 般若 在般若之前 他也不是 誠實他不是 真正的是 因為誠實是來我們中國 我們的俊姆羅斯翻譯之後 因為他比較 俊姆羅斯比較先翻的是這個 波勒 後面是 那個誰帶回來的誠實論 所以誠實不是說 波勒之後才說 是他這些印度的這些 打西方的這些論事來中國 帶到中國 那他比較後期翻譯 所以為什麼講誠實 所以他介於這個有跟空之間 他比較多於空 但還是比較講有 按照講還是屬於有 所以等一下再講好了 因為這是講 因為他還是編入在聲文室 所以到底這邊到底有沒有這個不二 不二的義理 我們還是講多分 多分講不二 我們還是比較講多分 比較不強調 我們大聖比較重點式的強調 五也我們是比較講多分 真的比較 多分五 真的是比較想強調 為什麼說沒有 比如說有什麼叫多分五 比如說有什麼叫多分五 就是講到那個 比如說 比如說講到烏鴉 烏鴉按照我講是黑色的 但是說你不能 你看有人有沒有看到白色的烏鴉 所以說你不能說全部的烏鴉 全部都是黑色的 所以它還是有一點變化 所以叫多分五 這個無有 按照我講有 無有好像有五種解釋 第一個是多分五 我們還是從這個 第一個是完全真的是空無的 就是我們所說的龜毛兔角 那個就是完全沒有 龜毛兔角 第二個就是 生滅無 就是我們所說的生了之後 滅屍的生滅無 第三個是講缺無的部分 缺無 就是我們這個一個大 教室裡面 有些比喻就是講牛中沒有馬 馬中沒有牛 就叫缺無 所以用這個例子就是馬中 馬群裡面沒有牛 牛群之中沒有馬 這個是講到那個五 另外是本身來講 就是有些多分五 缺無 生滅無 還有完全沒有 另外五 這個五不生不滅那個部分 應該也比較五 因為有文字上的施設 還是講四種五 因為我另外一個五我忘了 就是基本上有這個四個五 所以你要講這個五 到底是哪一種五 按照我講的是 按照我講的是 有些五是講到那個 生滅無 因為生滅是 按照我講 有些是轉變五 轉變五 比如說我們 有些是講那個 比如種子道 現形 有些是 按照是轉變五 這個講到那個 這個 何以自然 為什麼是 講多分五 因為制度論裡面 這個 這個 《聖文法》內不說 生死去世虐盼 按照我們在這個 雜阿涵去 我們不講中阿涵 長阿涵 跟正義阿涵 不講這三個 因為 因為這個正義長中 還是有牽涉到大聖法 所以我們還是比較講的是 根本阿涵 雜阿涵 他比較不講的 他比較看不到這個 生死其事虐盼 因為這個講惡 不惡 所以我們 《聖文神》 比較講 很少 阿涵很少講到不惡 這個《聖文神》 這個《聖文神》 很少看得到 所以為什麼講到那個 這個《聖文神》裏面也聲明這一點 《聖文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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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來講 不是我們三界的生死跟涅槃寂靜 完全在體上 所以講那個不二 就是不找生死邊 也不找涅槃邊 才是真正的不二 所以成論 成論是誠實論 所以他在成誠論 找不到這個所謂的生死 即是涅槃 所以這樣來講 因為從文字上來 可以找到一些跡象 為什麼講本跡 因為本一定要靠跡象 形象 向來 因為這個講到 我們本不生不滅 本是性 他不生不滅 怎麼樣子 可以感受到 就是從相 從相顯 所以按照我講這個誠實論 彼壇更不用說 因為彼壇是雜含的論點 所以按照我講是 在這個生死期涅槃這一點 就是講不二 這一點來講很少 幾乎看不到 這個蠻重要的 這個蠻重要的 從這邊來講 就是我們要講到 因為生死期是涅槃 是講實相 離體實相 所以為什麼我們講那個 雜阿涵少說實相 少說實相 那這個講到那個 針對這個 因為為什麼要針對誠實論 因為當就是剛才講的 誠實論是 就某人是先來 來中國 所以他先一般若 然後有這個 有另外一個論詩 後來者 他帶了這個誠實論 所以他翻譯了 所以我們這個 學習者就是 帶來一個新的論點 大家都正先想要去研究它 所以這個講到誰 當時研究誠實論的非常非常多 是由般若改到研究誠實論 很多人 幾乎都 整個就是 那時候真的是誠實論的天下 我們先休息十分鐘 謝謝各位菩薩阿彌陀 各位菩薩大家好 有關於誠實論 因為在我們的 局長法師這個時候 誠實論是正流行的時刻 所以為什麼要特別討論誠實論 所以他特別問 有關於誠實論的問題 當時誠實論 因為它裡面有講到 有關於法空的問題 因為聖變法空 因為我們為什麼 他跟阿涵有什麼不同 因為阿涵只有講我空 幾乎講我空 他比較沒有講到 有關於提到法空的問題 這個法 所以為什麼 誠實論 為什麼很多人把它放到大聖 因為他牽涉到法空 我們大聖最小的就是要斷這個 因為法空 大聖的法空就是 我們境界的問題 因為我們眾生看到境界 都是實有 認為真實 這個時候境界是空 這個是很 就是要講到看到境界 一諸法實相的問題 實相是空相理相 無相空相理相 所以這為什麼我們大聖特別講這個法空 這個空裡 這個空裡妄言 整個如果你要講到大聖的空裡就是妄言 妄言就是離言的意思 因為我們整個不二最小是講離言 離言離相 不是無言無相 這才是 講這個 離體的不二 如果你要專講這個空 那為什麼 既然誠實有講到法空 為什麼沒有涉及到這一點 沒有涉及到空裡妄言 就是不二這樣子的重點 那我們 這個結障法是用龍樹的中論來講 因為按照我講就是 空有 可以 你正入空 你對空的理解有這兩種 第一個就是 我們身為是最小的看到境界 或是看到我們這個 色 我們身體 開始就是用這個意識的這個分別 分別去我們所說的西空 開始分別是 佛說把這個 無運何回為我 無運就是身心 用身心把它分解剖成五種類 把它這樣子理解之後 那個我沒有實我 不真實 沒有那個真實的那個我 所以就是講那個虛空 把這個 因為這個法就是我們的身心 無運何回為我 這個是 所以為什麼講那個一直要 聲文是特別講極為 為什麼聲文是特別 你很少看到我們大聖講極為 我們他是幾乎沒有 對這個極為幾乎都沒有談到 那聲文是為什麼要講極為 因為他就是 看到東西就開始無常觀 一直切切切 一直分析他可以切割 從我們意思去切割 他可以成為極為 所以他會有這個 細的極為一直聚合成粗 所以為什麼講 聲文是比較講那個聚合 極為跟聚聚合 那個合聚 所以叫做西法空 這個折是講西法空 一直折 東西一直折折的變成小 西法空 這個大聖最小是講那個 大聖比較講的是本法空 本法空是講那個 按照波瑞是講自信空 是本身的這個諸法空效 它是依波瑞清 非色滅空 色性自空 從色性來講是不二性 為什麼非色滅空 就是我們在這個 按照這個聲文聖 它最主要的是 不管是聲文聖跟大聖都可以 按照講那個 色滅 按照講色滅空 就是我們眾生感受的色 色法來自於三界 完全就是不外 不能處理這個三界 我們眼是看到的境界 都會帶來煩惱 那我們怎麼離開三界 就是要處理 我們要解脫 我們這個處理解脫 我們要得解脫 不是說非色滅空 就是不是說我們有這個色身 不是說我們這個色身不要了 就像這個講到這個 這個色身不要就好像是 有時候講這啥 完全就不要了 就講滅 把它滅掉 把這個色身滅掉之後 空 並不是這樣子 大小聖的這個 怎麼樣離開三界 最假的就是不照做這個 有漏的因 你沒有這個照做煩惱 深口意的這些不善業 有漏業 你就沒有來三界的因 所以它不是滅掉色法 它是不照做 不照來三界的這個因 這個為什麼講 非色滅空 我們這個講到誰的 這個時候我們大聖 最主要是講這個色性之空 色性之空就是 講色的性 性相的這個性 就像私性一樣 它有私性火性這個性 它本身就是不生不滅 因為它本身講那個 一切法不生不滅 這個不生不滅 就是講到 就是我們講到誰的 這個制空本身就是講它不生不滅 就是按照有時候講 我們不講那個 因為有時候講那個色自性空的自性 不要把這個自性把它認為是 自體空無 因為有時候要解釋這個色自性空的自性 按照如果依照那個成觀的解法 就是我們所說的你能取你所取 這個讓這個誰的色的實相 凸顯出來 所以有時候講到那個 整個你要讓這個三界不起來 就是不照著這個因 你這個不照著因的這個時候 就是我們所說的這個 我們在這個大聖的角度來講 就是你要知道色 色的這個性 如同我們 比如說我們講色性 比如說我們 滴水火風本身就是色法 我們用這個私性來講 它就是不生不滅 為什麼說不生不滅 它就是離開世身 它非自身 非他身 非共生 非無因身 你要講它 它就是 因為它不可能自取起來 它一定要有因緣起來 所以你想想它不生不滅 它沒有因哪來會起來 所以講它 它是原生 原生來講就是我們所說的這個 它沒有因 因為它色不生不滅 就是它體性 它沒有這個 造作三界有肉的這個因的話 它就不會起來 用這樣子了解之後 你就不會有製造這個色法 有肉造作不善業的這個因起來 因為我們造作不善業的因 我們這個未來的一手就起來了 未來一手是我們色身就起來了 色身一起來 依報就起來了 所以為什麼講那個色性自空 是這個色的 性的這個是不生不滅性 它本身就是這樣子說為空 有些講色自性空的這個 比如說這個自性空是講這個 色法是原生 因原生 因原生沒有這個 按照來講就是沒有 因為它都是因原生 它不會是 就是我們所說的這個 沒有那個自在的體性 有些是講那個色自性空的那個自性 就沒有那個自在的體性 有些解釋是這樣 它非自在的體性 是因為原生 它不可能自己起來 它不自在 所以有時候有些講是色自性空的那個自性 是沒有那種自在的體性 色為原生 如果以大聖的體性來講 有時候比較講的那個 它本身就是不生不滅性 因為它本身 它沒有音不會起來 你了解這樣的色性 因為他就是他的理體不二 那個誠實論 他比較主重是也是屬於拆解 從實物上來講 做意識上的拆解 一眼鏡的拆解 就是我們對一個東西開始分析 分析到他脊尾 這個講以食拆解 到這個拆解到假的是假的脊尾 所以用空過食 什麼叫用空過食 就是要翻到下一頁 第十 應該是講到那個 第十二頁 的那個 一二三四五六 他講那個 應該是要講那個心無 他講那個 應該是要講那個心無 方廣 方廣道人是對空理解不正確 所以無事無成 他對空意本身的這個大聲的空意 並不是真實了解 所以這個講到他這個空過度的 按照我講就是不正確的理解 這大聲的空意 因為就在十二月裡面 有講他的缺失 不言非色滅空 就是他沒有 因為他是講到那個 按照他對這個色法的空 對假的是用的 按照這個是講無常觀 比較著重在 因為無常觀都是 按照就是用 我們所說的這個 對東西來講開始用無常 所以他就是對這個 尤其對這個色自性空 色性自空 幾乎沒有講到 所以按照這個講到誰的 誠實論並沒有 對這個不二 其實按照我講是 並不是他的重點 知無不二 所以對這個尤其論 對於不二的這個 這個真實道 按照我講也是很少 很少談到 因為我們大聲的最主要就是講那個 射性自空 就是講一切法不生不滅 都是在講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就是很難理解 那這個 他又提出這個問題 為什麼這個 神文 不講這個香 這個香其實是講生死其實是涅槃 因為神文是比較著重 生死就是生死 涅槃就是涅槃 兩個完全不同 所以為什麼神文是不講這個 沒有講這個生死其實是涅槃 他這個講到那個 打擊掌法師 如果有講這個香吉 就是講這個生吉是滅 滅吉是生這個 煩惱吉是涅菩提 氣關就是病關的意思 這個怎麼叫病關 這個按照我講是 空有雙關 空跟有同時進行的意思 我們生文就是只能在生死 生死去掉就解脫 他沒有辦法在菩提上 因為他的這個 他的這個智慧 比較屬於無聲還有靜置 煩惱 煩惱清淨的那種智慧 他並沒有像那個 我們佛的這個 所謂百八三昧 四五愛戒 這些 幾乎就是 比較少菩提的這些智慧 所以就是講那個 空有病關 就是 這個時候就是我們在承辦 菩薩來人間度化 他會增長菩提 不是只有解脫 他會增長菩提 所以叫做空有病同時進行 所以生文聖並沒有 生文聖只有在解脫而已 他的這個成佛的菩提並沒有正經 所以生文聖並沒有講到那個生死 其是其是涅槃這一點 那為什麼生文聖沒有這個 那為什麼生文聖沒有這個 沒有講到這個生死其是涅槃這一點 沒有講到這個生死其是涅槃這一點 按照我講這個大勢力根 照空之有有 就是利根的人 這個字蠻重要的 照空之有有 所以他可以同時進行 所以他來三界 他知道眾生空 這個有是妙有 這個有是妙有 所以又可以增長那個菩提的 大菩提的智慧 你想照空其有有 那見有即知空 見有是講那個 按照我講照空是講照眾生空 見有就是生死 他來三界就知道 這個時候他就能夠照知空 了空的意思 所以講道觀商流 這個道觀商流就是講空有並進 空有雙運的意思 按照我講就是 有時候講解脫跟菩提同種 我們就是大聖 解脫跟菩提雙運 但是著重在菩提 聲聞是解脫菩提也可以說雙運 但是重在涅槃 重在解脫 所以他的菩提是比較 相關的菩提是屬於斷煩惱的菩提 而不是成佛的那種菩提 所以講二慧 二慧就是講那個 這個實相跟方便 這個實相跟方便 那聲文聖就是智 按照我講這個 對於這個智 這個區別就是有大中小 我們這個身文是比較屬於 我們所謂說的小 這個所謂的圓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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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們所謂的設立 所以他的一進入 然後他的這個巴士 就沒辦法去 初有即捨空 初有即捨空就是阿羅漢 比如說這個 這個阿羅漢 這個阿羅漢初有應該要講到捨離善界 所以他有這個取捨 其實有時候初有的是講阿羅漢 比如說 比如說這個講到那個 按照有時候講到那個聲文聖 比如說有學 有些阿羅漢他到世界 然後他可能 就是說他沒有辦法 這個誰的 那個空有雙性 這個按照我講是 初有是講三界 那舍空 因為他那個 那個聲文聖 認為來三界 就沒辦法 我們沒有辦法 那個正這個涅槃 所以他有這個取捨 所以這個講到他沒有這個真屬併管 那個大聖 那個大聖 那個初地有 就是我們說 初地有真屬併觀 但沒有 沒有那麼樣人運 非常少分 到五地才會有真正的 比較能夠人運進行 所以初地不是說完全沒有真屬併觀 他很少 所以他要很 加功用型 一直到五地才能夠真屬真正的 人運併觀 這個是 為什麼有時候講到那個 那個真屬併觀在五地是難勝地 他可以做到真屬併觀 馬上併觀 比如說我們現在講到 有些人就講那個 比如說我們在修禪定 我們要很精進用功才可以入初禪 你要入初禪 有時候你有事情還要出 出定 你要很加功用型才能夠入 沒有辦法自在 所以就是講到 我們入到三界 有時候這個定 出產的定就辦法退步 所以為什麼有時候是講到出遊去扯空 所以他沒辦法 就像我們佛陀 一切哪時候不定 一切皆定 他沒有什麼出 沒有入 所以沒有出入的問題 那後面的這個 這個 另外 這是在第九頁 在第九頁的問題 這個第一頁 匹壇寶小 匹壇就是講聲文的 對阿涵的解釋 所以他比較隨 按照我的講師完全是 解釋聲文甚 所以寶小 適折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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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 他著重在聲文甚 三論首大 破斥於小 因為三論比較 按照我的是講到誰的 因為三論比較著重在解釋波熱 波熱的大甚 破斥於小 破斥於小 就是按照我的講是比較 那個 就是我們 因為他建立在 路回小向大 師騎大小 杜絕 意思就是說 如果匹壇是比較 完全站在小聖 三論比較站在大聖 是不是有著衝突 所以變成大小 完全分開 沒有交集 爭論交心 會不會 因為都沒有交集 一個站在聲文甚 一個站在大聖 有些人 在聲文甚 認為大聖非佛數 在大聖來講 斥責小聖非 是方便 非 非了義 就會有這些爭論 那如果是講誠實 誠實 按照很多人對誠實的了解 是這樣了解 所以為什麼現在誠實 當時誠實這麼樣子的流行 他就是有他流行的 流行的這個誰的 我們所說的這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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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烈油 因為他裡面有關於法空 裡面有講法空的問題 所以他認為是 是探大事小 探大事小 因為就是 他 誠實就是講他介於 聲文甚跟剝樂的總結 所以為什麼講探大事小 龍會二教 令小有陸大之功 大有揭曉之欲 所以這樣來 變成大小 都有收到 好像有交流的機會 所以這個時候如果 變成爭論會 越來越講大小 交流 這樣爭論 認為會熄滅 所以不應偏味 不應該說他只專門弘小聖 沒有這個不二的 沒有談到不二 因為當時 很多人認為誠實是這個意思 探大事小 令小有路大 大有皆小 當時是這樣子 定義誠實 所以誠實為什麼那時候 非常 幾乎很多人都全部 研究剝樂的 改到研究誠實 我們這個 結帳法師 開始來講 為什麼他只是聲文甚 這個 立論 立論 就是講到那個 在誠實論的序論 序裡面 有講到 就從序裡面講到 一部論點或經典 到底在講什麼 所以概標一部之大眾 就是整個要講 因為在序裡面 就是我們主事大德會講 這部份到底重點在哪邊 因為序是先講到主題 所以這個講的那個十二門 就是龍樹菩薩的十二門論 他最講的是 因為他按照我來講 也是解釋波樂 所以就講到 當月解磨合眼而已 十二門論的序裡面 就是要 站在這個大 講那個 佛法的大意 佛法大意就是講 磨合眼 磨合眼 這磨合眼是大的意思 大聖 大聖 也是聖 所以就是講那個十二門論 最曉得 他本身就是牽涉到大聖的教法 教理 在城市論的序言裡面 這個我正論 這個三藏十一 這個標這個 此標 這個按照我講是 按照是只有在這邊 此標小甚至中置 這應該是要講到那個 這要去查一下 真的 按照我講是比較講到三藏十一 這個論詩 我正 文詩按照我講是 陳詩論的這個 這個論詩 由這個三藏十一才講到 神文勝的中 中字就是講中字 這個 這個拔摩 智雲 就是這個 陳詩論的論詩 這個 著作者 正孔小勝 所以 未曾宣唱 尖版大勝 未曾宣唱 尖版大勝 因為就是 按照我講 造成是論的這個論詩 也是講他 這本論是 弘揚小勝 聖文勝 所以 沒有講到大勝 所以既然論 這個 著作者 既然這麼說的話 應該是要 依這個 應該要依這樣子 論來說 人通儀器 人通儀器 是講這個 因為當時陳詩論來的時候 大家都認為陳詩論是這種角色 扮演大小的角 會通 那到最後就是 慢慢的 就 到最後 清楚陳詩論之後 又 才是真正編到 聖文勝 那個 這邊 首先要提到這個 因為按照我講是 應該是提到這個 我正論三藏十一 所以他才會講那個三藏 你怎麼知道三藏 這個三藏 是講 聲文的三藏 為什麼這個三藏 指的是聲文的三藏 為什麼 我們智者大師 跟這些大師 為什麼三藏叫 藏通別人的藏 是講聲文 為什麼是 一定講聲文 為什麼這個三藏 是講三藏 為什麼就是一定要講到 就是指的是聲文 所以我們陳冠有解釋 陳冠法師有解釋 因為佛賽印度的時候 因為異教學派得太兴盛了 所以這個時候佛說的阿涵 是最佛所施設的阿涵 或是這個時候會有阿羅漢在著作 那個 佛佑 佛佑 因緣之戒 所以就講三藏 這個時候三藏在這個時候是最重要的 所以為什麼 因為這個時候才會 三藏是最重要的 為什麼是菩薩藏三藏 會比較不止是菩薩的三藏 是三藏教 因為佛一直傳過來 很多人都已經錄大聖了 自然而然就會去看精力論 所以這個時候特別講三藏 已經沒有必要了 特別在聲明三藏的重要性 變成沒有那麼必要 所以在阿涵的那個時候 特別聲明三藏就是 非常重要的一個詩曲 所以為什麼三藏是指聲文 所以就講到那個 《謊華經》裡面 不清盡聲文三藏 《蜘蛛論》也是 佛法有二 就是《謊華經》 《謊華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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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症狀就是大皮菩薩論 最有名的是世青的聚色論 還有聚色論裡面沒有幾本 可以點得出來 大症狀裡面都用 他真的 我們的菩薩障有多少 所以為什麼講大症狀的山藏 牛雞水就是我們的牛 他的牛角 他在走路的時候 走路會有時候是泥巴 所以他踏了 所以有陷一個牛的腳 腳雞 腳雞是下雨的時候 這個腳雞裡面會有雞水 所以他的水只有這麼少 這麼多 我們大聖的山藏就像大大症 非常多 所以這個山藏是屬於 比較專職的聖文聖 因為這個時候就是我們講的 佛那時候講特別生命山藏 因為用山藏來區別這個所謂的 當時的玉教學派的經典 或者我們所說的著作 因為這個時候特別要佛說的神藏 這個 在第九頁 徐賀禮之序 這個是陳時論的作者賀禮 他的這個 因為一個論師 他在找這個論的時候 他會特別先聲明一下 我這個 我這個道理 我動機在哪邊 是正觀山藏 乃正觀山藏 應該是講正標山藏才對 不是正觀 正標 他本身就是這句話 正論山藏 正論山藏 而探取波樂無相 以示聲文聖 顧大小兼名 患難可憐 這個 而探取波樂無相 也是小盛 這個按照應該是要 這個應該要去查一下 因為如果是陳時論的造論者 他講了他這個三 就是講聲文聖的話 應該不可能有探取波樂無相 因為講到波樂無相 絕對是講到此相 因為聲文聖幾乎不講真如實相 是不是這個 我們講到那個 所以如果這樣來講 意思就是說 難道不能用這個陳時論的這個 聲文三藏來 你通達陳時論裡面的法空 難道不能接引到這個大聖嗎 大聖的波樂無相 到底可不可以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子就可以講 大小可以溶通 我們吉障法師這麼說 我雖有此道 雖有此道 雖有此道是講到那個 我們因為陳時論有講到法空 以肉前者 以肉前者就是 他前面有講到那個 因為講到那個 就是以肉前者按照而講是比較 就是前面有講到那個 趙論者他就是講 這部論講的是聲文聖 按照應該是要講到 他並沒有講到他的一些缺失 所以情二藏之內 自變法空 二藏就是聲文聖跟菩薩聖 所以按照來講是 對於法空的問題 這個是牽涉到陳時論有講法空 所以有些講到那個 就是陳時論的法空跟聲文聖的法空 大聖的菩薩法空的不同 按照我們吉障法師認為 陳時論的這個法空就是虛空觀 菩薩才是真正的鐵空觀 小聖之中必有無相 小聖之中的這個無相 其實要去解釋這個 小聖之中的這個無相 其實要去解釋這個 聖文的這個三解脫門 無相解脫門 這個聖文的無相解脫門 跟大聖的無相解脫門的問題 因為他這個聖文的無相 也就是三解脫門的 空解脫門跟無相解脫門 如果你要講到那個 聖文聖的這個無相解脫門 聖主合不成 retail 就是門聖族分之缺 所以他本身就是有這些無相解脫門 不應該去 就是我們所說的 聖族分之缺 其实不需要再把这个般若的法空观 把它拿来 借着这个般若的法空观 来探取这个大圣的空域 来解释小圣的无效 必苟存知 请从研究 如果你还要认为这个 这个是讲到你一定要 必苟存知说你还是要 你还是要主张这样的说法的话 他认为还是要再研究一下 这个按照而言讲 我们的极丧法师是不承认这一点 当然他就讲到那个 他提出这两个问题 到底是大论可以 就是他有没有解释小圣 我们的这个大圣的论点 有没有间解释小圣 或是小圣的论点 是不是可以 坚而解释大圣的论点 大圣 这个意思 有两个 我们 小圣的论点 到底有没有解释到大圣 大圣的论点 可不可以解释到神为圣 这两个 这个很重要 真的我们刚才讲 我们阿涵的部分 是不是可以解释到大圣 因为他的主轴是 大圣的主轴 带来是大圣为主 他可不可以坚于解释小圣 小圣的教法 这个小圣的 他本身来讲是 是着重在解脱 但是不是可以解释到大圣 虽然有重点 但是可以不可以 所以有时候可以解释到 其他的这个部分 那个 很多是小圣 监视大圣 第一个先解释 第二个 小可以监大 如果是小可以监大的话 应该认手就应该要标说 还是 这个我们的这个 诚实论的这个作者 应该要指明这一点 我这部论可以通大 不应该讲 他只有讲到神为圣 所以他这个讲到那个 有关于这一点 还是因为他小可以监大的话 变成说 我看我这个生活 这部论也可以通大 因为他可以监大 当然可以通大 那如果 第一个是先讲小通大 这个小论可以解释大圣的话 我们结账法师是不承认的 为什么他不承认 因为在大制度人员里面讲到 大圣可以包小 没有小包大 这个是 小不寒大 这我们时间到了 我们下节课再来做说明好了 谢谢各位 不承认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不承认 阿弥陀佛